新冠疫情肆虐期间 医疗资源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防疫救命稻草 但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之时 却爆出有人动灾难财 医疗器材和药物采购项目陷入贪污丑闻 反台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寨巴基今天证实 当局已经从四个角度调查医疗贪污丑闻 势必要揪出从中捞取不义之财的涉案者 两年多的新冠疫情至今挥之不去 站在最前线被视为防疫最后防线的全国医疗系统 甚至极度达到崩溃的紧绷边缘 原本寄出医疗器材和药物采购项目的舒缓紧绷之际 却被爆出涉及贪腐引起全国哗然 今天在2022年马来西亚反贪论坛 发表主题演讲的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寨巴基正时 这起医疗界的贪腐案确实在这两年持续发酵 当局目前已经开档调查 势必打击从疫情阴霾当中发灾难财的涉案者 阿寨巴基表示 反贪会将从四个角度调查这起事件 分别是在采购当中的贿赂行为 救济援助和经济振兴计划所挪用的公款 包括口罩和手套等医疗防护用品的伪造总数和质量 以及在行管令期间是否有贿赂执法人员 除了这起医疗贪腐案 阿寨巴基也不忘跟进有关疫码公司案的调查进展 尽管当局在去年和前年已经协助政府 分别追逃51亿1000万令吉和140亿令吉 但一切的追逃工作不会因此停止 他指出 反贪会再追讨相关资金的当儿 也已经将涉及案件的高官和众客提控上庭 因此希望全国人民坚持追讨已经流失的相关资金 而在今年首季度的反贪会调查当中 当局已经启动了376项调查 逮捕415人 至于扣押的资产和充公的数额 分别是1258万令吉和5900万令吉 为此 阿寨巴基呼吁国内外的私人企业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推行筹办与防范贪污和教育项目 相关的私人企业检设优惠 但他强调 这些项目必须和反贪会合作 才能有效达到非盈利和政治导向 随着财政部颁布这项措施 他相信私人界 反贪会和公众三方的协同之下 能有效地提高助贪的刑决 因此希望私人界透过这种方式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